近期香港樓市風雨飄搖 發展商為減債為套現 個個都大減價速消止血 有新盤劈價四成推售 亦有地盤證實停工 今年初設立後樓市的小陽春已經連影都沒有 有網民擔心歷史再次重演 樓市會好像97年一樣崩壞 經濟差樓市疲弱 市場推斷明年便會出現第一間本地發展商爆報 究竟樓市會不會有轉機 還是永遠都不能回到歷史高位 如果喜歡我們超前解密的頻道內容 請留言、讚好及訂閱 港府在今年2月宣佈撤壓後 樓價曾經短暫反彈 不過半年未到已經氣氛冷卻 還拖低二手私人住宅的金額 成交價已經重返七年前低位 如同藍籌一般存在的十大屋苑都無一幸免 太古城上半年失手一千萬大關 不少二手樓都是洩讓成交 貶值百分之十五至四十不等 有投資者擔心 今次樓市下滑比97年、2003年沙士更慘烈 回帶看看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影響亞太地區很多國家 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馬來西亞 早在90年代初 亞太地區經歷超高速的經濟增長 很多國家都是市場倒向 吸引外國投資 近一半的資金都流入亞洲 大量熱錢流入令資產價格上漲 古樓齊飛 當時香港的樓市都不例外 到97年7月 國際大鱷衝擊東南亞國國匯率 香港樓市即時插水 情況到2003年 樓價蒸發七成 香港負資產中數更突破10萬 成為歷史新高 近日開始有分析獅子 今年年底負資產數目 有望重建10萬 負資產惡夢再現 今次和97年會有什麼分別? 1997年息口高企 最優惠利率說9厘半 一般供款加多1厘左右 即是約10厘多 以供款100萬 10厘息 20年上還 供款9650元當中 利息佔8333元 再看供款能力 1997年銀行按揭審查 沒有現在那麼嚴 沒有壓力測試 亦沒有信貸資料庫 按揭乘數可以借足9成 供款不要超越入息一半就OK 樓市升得快過火箭 96年一個市值400萬的 太古城高層單位 短短一年已經升值至600萬 一轉手已經撿兩球 所以有不少炒家都淡粗粗 不怕息口高 不停做按揭買樓 一握就是握幾十層樓 炒樓等收租 經歷過97交訓 金管局收緊按揭 借貸金額減少 還加上壓力測試 和還亂等信貸資料庫 信貸紀錄和單位持有數等 一看就知道 借錢方式比97年審慎很多 而買第二層樓還要給雙倍印花稅 即時令炒家絕跡 說回97年 當時市場旺盛 投資者買樓只是為了短炒 而不是自住 這類交易一般都會要求成交時間長 只要在成交期內利潤高過現價 新買家可以確認人身份 轉售給新一手買家 即是摸貨 那時摸貨只是平常市 甚至出現過第三、第四手摸貨情況 只要在成交期前賺錢離場 連銀行上會都節省 根本就是無本生利 時而世易 現在樓市絕少摸貨 買樓變成中長線投資 以收租為主 亦有自住用家 業主的實力比以前高 即使是經濟差 人工追不上通脹 但供樓壓力未至於過大 香港人不去餐廳改食兩項飯 都希望樓市可以有轉機 97年和現在的分別就是這樣 不過說到對負擔頂不順 最終條路都是一樣 就是破產 經濟市道差 鋪市又頂不住倒閉 一手住宅銷情開始呆濟 有地產商近年紅心勃勃 借重債投地起樓 誰知遇上逆周期 樓未起好難以套現還債 市場開始流傳 有本地地產商開始頂不住 隨時出現債務違約風險 活躍於財經界和娛樂圈的林建岳 97年拍板以69億 扣入中環庫麗華酒店 拆卸重建 結果撞正亞洲金融風暴 令麗展虧損百億 創下當年上市公司虧錢最多紀錄 來到今時今日 惡少的旗艦麗新發展又要減債 今年初先是沽出 柔邦金融中心一成權益套現14億 有指惡少有意再賣倫敦金融承辦公室 Leddon Street 100號項目 估值約10億港元 積極賣東西當然有原因 看回公司中期報告顯示 未來兩年是例展還債高峰期 明年一月底前 公司就要償還236億 後年一月底前一年 另外要再償還65億多 即是未來兩年要償還300億債 而截至今年一月底 麗新綜合現金和銀行存款 只得44億多些 未提取融資有52億左右 至於公司的流動資診 截至今年一月底 發展中物業價值57.35億 已落成代售物業價值37.87億 就算這兩年可以按市價出售以上物業 最多都只是套現95億 計上現金和賣樓套現都只得200億 比起這兩年要還的債還差100億 這個時勢想整個項目賣走 要找買家都不容易 再發債就要有優失物業抵押 以及承受高息 未必打得響如意算盤 截至今年一月底 麗展本身負債比率是53% 另外同系兩家附屬公司 麗豐和傅德麗的負債比率 更加高達80% 而重債原因 就是集團一直在內地 英國和香港狂買項目 加上娛樂、戲院和餐廳生意 都嚴重失血 惡笑如何面對債務 就成為市場焦點 行龍集團榮譽董事長陳啟忠 早前公開回應 行龍是股價受壓 他說根本整個市場 人人都身處地獄 見證香港房地產 50年來最大的結構性變化 商業物業市場面對空置率上升 以及租金大跌 連成哥的長江中心 空置率都高達25% 周年經營共享辦公室的 新加坡The Great House 都提早5年推廠 長江中心減租32萬 都無人問津 而即將落成的長江中心二期 空置更高見九成 對於後市的看法 看下投資回報便會明白 現在市場仍然處於 買美債著數過 租金回報的水平 以美富新村為例 一個600呎的單位 赤價約1萬元 業主可以收到3厘租金回報 購買像佣金、維修費、 空置租金和物業稅等成本 正利潤可能只得兩厘半 而同登價前做定期或者買美債 回報已經有5厘 加上港元和美元掛勾 外匯風險較低 5厘這個回報 已經是租金回報的雙倍 即使9月聯儲局有望減息 但幫助不大 因為有不少人買樓 都會因為首期不足 會再接受發展商提供的高息貸款 高成數案揭 令投資者用一成資金 去控制10成資產 即是做了10倍槓桿 很多業主都面臨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的困境 對樓市另一座證 就是發展商經回計平核下 對物業作出重股 香港發展商商計公佈中期業績 物業公運值重股的損失成為市場焦點 雖然這類虧損只是非現金項目 但就反映到地產商對前景的看法 座用中環超過4000萬呎 甲級商下樓面的置地 今年上半年股東應佔虧損 由上年同期的3.33億美元 擴大至8.33億美元 即是65億港市 當中包括 因應內地發展物業作出的一次性撥備 2.95億美元 置地的投資物業組合主要都是中環超甲級商下 而他們在投資物業撥備情況 幾乎就是本港商下租務市場的縮影 置地的投資物業最新估值是258.45億美元 今年上半年撥備8億多美元 若如由2020年至今去計 即是疫情期間 置地投資物業估值一共撇漲75億多美元 相當於減值22.7% 置地商下的空置率仍然處於低水平 到今年6月底為7.3% 跑贏中環整體甲級寫字樓空置率 但維持低空置率的代價就是減租 平均赤租已經由去年107元降至103元 面對疲弱的寫字樓和零售租務市場 置地採取設施升級工程 早前宣布推展Tomorrow's Central 的策略性投資項目 在未來三年分階段全面升級旗下中環零售商下組合 包括已約31億打造10座多層旗艦店 旗下多家奢侈零售品牌租戶投資47億港元 整個計劃總投資額達78億 在這個時勢還會落著香港 就好像一場賭博 究竟會是一鋪翻身還是一鋪清袋 之後只有分曉 如果喜歡我們超前解密的頻道內容 請comment,like及subscribe 下集再見